四四個把位同時射箭看起來相當壯觀 北南鄉全國原住民傳統工射箭邀錦賽 一連兩天在北南鄉達隆馬克部落文化館場舉行 分別進行團體 個人主積分賽及神射手 共有來自全國各部落150隊近500名族人同場競技 第一支箭很緊張 但是第一支箭射出去之後 我就覺得整個心情都放鬆了 因為自己都了解自己的箭怎麼跑 我覺得很好 這個佛洞很好 因為可以認識很多朋友 現場參賽選手使用的弓及箭鞘爭齊度驗 結果個人雕琢或彩繪非常具有藝術感令人驚奇 大會裁判說比賽用的傳統工有一定的規格 必須是一體成型的弓 我們原住民傳統工一般的規格 基本規格是一體合成 比如說像我摸的這個是木工 木工就要整體要一體合成 不能用組合式的 也不能用拼裝式的 我想原住民傳統機 這是我一項非常注重的一個器材 我想除了以言以外 我們的機必須一直這樣子傳承下去 所以對這方面我們特別注重 所以我們才會在每一領這樣的 辦理這樣一個盛大的賽事 天南鄉全國原住民傳統工射監邀請賽 來自紐西蘭毛利國王的幕僚長 特別到場與族人交流 天南鄉長特別贈送傳統工件 我非常驚訝 這場比賽的大賽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美麗的示範 的表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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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南鄉全國原住民傳統工射監邀請賽 吸引來自全國各部的族人組隊參賽 選手們希望這樣的比賽在各地能多舉辦 讓族人可以有更多的舞臺來發揮 接着法文台东北南采访报道